好来看到曾经获得教育部两届社会教育贡献奖 以及终身贡献奖得主潘福德 5号的项目呢专程拜访花莲市公所 捐出新台币1万元要帮花莲市清洁队来加菜 也给予公所团队加油跟勉励 那么市长魏家燕以及清洁队的队长吴信展也出席 捐赠仪式代表接受并且也回赠感谢状 农历年节就快到了 曾获教育部两届社会教育贡献奖 及终身贡献奖得主潘福德 5号下午专程以市民身份拜访花莲市公所 致政花莲市清洁队为绕奖励金新台币1万元 加面每天与环保为伍的清洁队员 并至上最高卸议 因为我本身就是花莲市市民 也是花莲市的国民 我深感觉到我们各样各业都很忙碌 尤其在年关的时候 过去七年时候 我也曾经也拜访过空军第五座人员队 也对他表示了加息 今年我现在春节到了 我每年看到我们的花莲市清洁队 劳工劳在劳劳心劳力 而且最不愿意做的工作 就他们都报了 所以晚上大家不愿意做 是他的负责了 所以我有感 当然各业各位都很辛苦 我想说今天以花莲市清洁队 作为首要数据 而市长维嘉燕及清洁队长吴庆展 也出席捐赠仪式代表接受 并回赠感谢状 那事实上其实我们潘校长 其实长期以来 都非常关心弱势的一个状况 或者是净品户 那刚刚也说了 那在我们的清洁队 其实今年非常的辛苦 那往年也都是一样 那未来也希望说 他每一年都发愿 我们逐年的增加这个慰问金 让清洁队员 在过年的时候 有可能就是在加菜的部分 我们都给清洁队员一些加菜金 让他们更为努力的来替市民服务 那其实他们也非常辛苦 日前刚从泰国返国的潘福德 耕耘教育界数十年 曾任职县政府教育局 并先后担任 封兵国中和国光商工校长 生活地方实声敬佩 他表示未来将持续退而不休 致在教育事业工作服务七年 记者徐立琴 华联系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